這段影片想跟大家分享一下2015年第十八條 DSE Maths C Part 這條是相當詭異的 大家要畫圖先 首先給了一個功能是這樣的 Fx就是這樣 然後之前A Part計算了Vertex就是K 然後K2加5 然後下一個功能就是Y等於2-Fx 根據Transformation的Graph 大家知道了 代表A做一個鏡子 然後倒影的In微出來 所以就變成這樣 然後為什麼呢 就是還要做多個東西 還要是它加2 就是退上少少 現在形成這樣的狀態 現在它就說了 有一個Circumference 所謂Circumcenter 就是OST 而距離 ST是最短距離 最短距離只可以是Vertex 因為如果你搬去這裏 和這裏比會長了 這裏和這裏比都長了 只有Vertex才是最短 所以第一個要門 你要知道 Vertex才是最短距離 形成出三角形這樣 然後這個所謂Circumcenter 是Lie on the x-axis 問問是是是還是不是 那整體有兩種方法做的 一種方法就是Algebra 就難做 不過易明易想 另一種方法就是難想 但Algebra就簡單很多 我先選擇一個難想簡單的做法 大家都知道 Circumcenter的特色在哪裏 就是它是要Perpendicular by center of三角形的任何那裏 垂直平分線 然後相交那點 就叫做Circumcenter OK 這兩條線不用理會的 主力的這條線 首先來講 我們如何檢查 就是檢查Y庫可電力 如何檢查Y庫可電力呢 如果假設它是會 OK Lie on x-axis 一定是經過這條線的 Pervendicular by center 就是這樣 而這條線是Verticular line 是垂直的 即是和Pervendicular 垂直平分線一定要 是平衡於這裏 對不對 同不同意 即是換句話說平衡這裏 如果假設 如果假設 那個可電力 是Lie on x-axis 的話 Y可電力 將會是0 如果它是0的話 那就合數 不是0的話就不合數 我再解釋一下 因為要經過這裏 Pervendicular by center 跟著垂直平分線 OK 其中這一點是0 OK 即是換句話說 我們在這個東西的時候 拉過去最焦點的位置 就會形成這樣的狀態 因為這條線 因為Verticular 即是換句話說 你經過那點 一定是平衡於X-axis 對不對 而平衡於X-axis的話 既要垂直又有平分 對不對 這樣的話 即是換句話說 這個是一半 那我就要找ST那點 那個Y-axis 如果ST那點的Y-axis 是0的話 因為它一定是Pass-Full這個 這個就是垂直平分線 這個Circumcenter經過這點 這樣就可以查到是不是 現在查了 K-square加5 加這個Vertex 再加這個Vertex 就是Y座標 Y只是X不需要你 不需要你換 接著就是加 正負則負 然後就減了沒有了 5-3變2 2over2是1 那你發覺1 那即是怎樣 1即是不是 所以它不是Line-on 這種方法很難想的 不過就是易做 那第二種方法就是 容易想一點 容易明一點 不過是Algebra深一點 那怎麼辦 因為它說是Circumcenter 包住這個三角形 然後這個Circumcenter 我們用它的方法是Anti 我們的方法就是反正 我首先假設了Assumption Assume它是經過Line-on-X-axis 既然Line-on-X-axis 剛剛這條也說過了 Y座標是0 我假設是R0 X是R座標 這個就是R的Point OK嗎 如果它是Circumcenter 那即是這裡拉過去的Vidget 這裡拉過去都是Vidget 我測量距離 我找R和S距離 Distance R和T距離 如果兩個等於的 那就是Yes 拉我 如果不等於的 就不拉我 這個方法容易想很多 我剛才有這麼難明白 但Algebra深一點 因為你要經過這個Point 2Point Distance 這個S給你 Rtex 對嗎 這個 跟著T給你 這個 T一個有些學生說不太懂得找 為什麼是這個 其實很簡單 因為它是Anti 加一個Function照對 前面照差不厲害 跟著後者怎麼辦 後的座標就是什麼 我們加2-Do 所以我們2-之前那個 所以就是-k²-3 這個也是難度 如果這個不懂的話 條數也做不到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